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 隨著社會發展 70年代越來越多公共屋邨落成 住在洗子區的居民 終於可以分配到其他屋邨了 而這座洗子大廈 也升級成為一個公共屋邨 最名居民高興的 就是他們終於有獨立的廁所 七十年代,石劍尾村进行了一次大型改建 将本来两个,甚至三个的单位打通 变成一班尺以上的单位 居住的环境不再挤壁 厨房和厕所都可以搬进单位里面 对街坊的生活质素大幅改善 而且一些较大型的Ellowing单位 还有一间俗称背仔房的间隔 家人之间终于可以留一点私人空间 你好,Rebecca,我又想问你 在我们现在身处改建的屋邨 跟你以往住的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有,我当然有 在我背后,因为看到厨房和浪衫的位置 昔日是公共走廊 以前你们没有骑房 骑房是公共的 你们怎么煮食? 有个独立的厨房柜,私家厨房柜 私家厨房柜晚上要鎖住 当时搬进了改建的单位之后 你觉得最舒服的地方是哪里 就是有自己的厨房和煮饭 不是公共的,亦是自己的 这是最舒服的 即是自己的骑房就自己煮好了 就不用再鎖櫃了 对,而且最大的不用担水 有独立水侯供应 我说了麻雀 那当时每个人是怎么学习的 麻雀说起,就要谢谢我妈妈 因为很害怕 当时公公邨的环境很差,很窄 很担心帮我们玩 有帮我们玩的 飞仔 对,飞仔 有怕被人打扰,又怕被人打架 我妈妈避免我们走出去 发生这些事情,遇到这些事情 所以她教我们三兄妹 打麻雀,加上去 刚刚没有四只脚 刚刚没有四只脚 对 真的坐在床上 对 三姊妹就在 大家在外面开桌 当然要靠床 哪有这么大地方开桌来玩 除了麻雀,收音机、电视机 是否以前真的有这些很架势的事 是的 我记得我七、三年 还去楼上还是楼下 去别人家看电视 担张等待他们看电视 真的很朋友 说我进来看电视,那就开门 当然了,要付钱的 抖领一角 他们当成为生意做的 是的,入场费抖领一角 我当时去看一部电视 叫《贴达人》 像埃及妖后那样 是否都是小露宝的 不是,比小露宝更早期 我想问,是否真的像你所说 每个住户都有不同的生意去做 有人在家弄好豆腐花 就担着淡挑,沿着走廊 就是这样骂人买豆腐花 是否像以前那些剧集 拿着淡就到处叫淡挑 是的… 他还叫得很有趣,不是叫豆腐花 是叫什么 好像叫得旧瓜 旧瓜 随着经济起飞 人对于生活要求越来越高 单位里面的层切也越来越丰富 由只有一张车架床 一个衣柜 到70年代 大部分单位都有收音机、电视机 甚至雪柜 而喜欢有空打两圈的司拉 甚至可以在厅上摆着麻雀桌 再在旁边轮舍一起开桌 而一个公屋单位 终于成为市民带众 上班博杀之后 休息娱乐的安乐窝 谢谢大家 我在石垫尾村住了16年 一家八口住在百多呎的地方 当时我们也要在外面睡棋楼 即是在热天的时候睡棋楼 或者打地铺、睡角楼 我们叫做角仔 我记得那时候第一次 应该是1969年 三位太空人上预求 我们那时候看电视 都是去旁边看的 要给一毫、两毫去看 还有1967年暴动 我们热天禽焦楼 我们埋在骑楼一下 看爆炸品 我们父母说提供roller 估计кус言 clothing店 我們要回到家裡或制製,也很多 最深刻的是倫理、守望、雙座 認識很多朋友 因為每個人,尤其是我們活躍 經常去球場踢球 我住第二座,有些第三座 有些十多座、二十多座 走過來玩一堆,很開心 童年是很開心的 無論甚麼年代 每個人都希望下班後可以回到家 跟家人吃一頓飯、攤在客廳 第二座,再努力工作 而一個安定的舒適居所 就可以成為一個充電器 為社會提供不斷的勞動力